真的很有爱心 系纸的中正市场外滩出进会算才成立两个月 不过已经集结摊商会员管型弱势 这次是准备了白米排骨送给轰内食物银行 17号上午的捐赠仪式上也表示 之后每个月都会捐赠食物 提供举办共餐 还有送给被关怀户 买了200多斤的白米 再加上摊商提供的猪肉排骨 还有两大袋的地瓜 这都是系纸中正市场外滩出进会的爱心 一直来市议员审发会服务处 一直和轰内食物银行配合 这次也扮演媒介 将摊商们的爱心推广出去 我们今年10月这个出进会刚好完成 接上这些摊商 希望多精进的缅薄之力 都帮助弱势 所以尽量我们也尽量能够定期的 做一些捐赠物资的动作 也谢谢医员这边 张医员这边的帮忙 跟那个团团这边帮忙 因为把照顾弱势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期望跟心愿 那会长就一直想说 要如何回馈地方 所以呢 今天就这个机会 我们邀请了那个 我们的许团长 来到现场就是要来制证一批 我们的 包括我们50斤 一包50斤的米 总共有5包还有排骨 还有一些像地瓜 那未来 我们会长他会持之以恒的 每个月固定 第三个礼拜会来召集我们的中正市场的一些摊山 虽然才成立两个月 不过爱心不落人后 17号进行捐赠 而未来打算长期配合 每个月都会捐出一批物资给宏内食物银行 作为他们办共餐 还有捐赠给受关怀户 现在呢把这个棒子呢 也交给我们的新科议员呢 景豪呢 今天也跟我们连结 我们的中正市场的自治会会长 然后呢 他们呢 将来呢 会持续每个月呢 给我们食物银行 提供我们在共餐的一些食材的一些需要 包括一些叶菜类或是一些食物 我们会来捐赠给我们的需要的食物银行 那也很谢谢我们的许团长 他很热心积极的公益 来到我们的现场 未来我们会循这个模式 每个月固定中正市场这边 来捐赠给我们的食物银行 那未来希望说 抛砖引玉 引起更多人 来关怀我们地方的一些需要的住户 还有一些弱势团体 社会处处有温情 中正市场外摊出进会之后 希望能够集结更多摊上的爱心 捐赠食物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就曾惠林 西子采访报道